保姆每天把瘫痪的母亲伺候得干干净净,儿子感觉不对劲 调查监控后马上报警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大家好,这个是前段时间一个网友投稿 他家的保姆每天伺候瘫痪的母亲打扫卫生 他有一天突然觉得不对劲,就装上了监控 而他这一次不经意地看到了监控后马上报了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监控里看到了什么 阿涛是个苦命的孩子,他家境贫寒 因为家里的孩子比较多,父母就把他送人 他和他养父养母一起生活 但在他七岁那年,养父因病去世 留下阿涛和他的养母孤身一人 但是就有村里面的很多人看见他们家庭如此艰难 都来劝他的养母让他干脆放弃这个孩子 他将来会有很大的负担 但养母觉得自从孩子来到自己的身边 给他们家庭也带来的欢乐 而且这多年的感情肯定不舍得抛下阿涛这孩子 阿涛从小就懂事,聪明 平时放学回家都帮养母做家务 不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出去玩 看着这个还年幼的孩子又这么乖巧懂事 养母下定决心就算一个人再苦再累 也要把孩子养大,培养成人 就这样养母在村民的阶级下努力养活了阿涛 因为阿涛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 他也很想读书 虽然他们家庭条件很差 连温饱都成了问题 但养母并没有放弃阿涛读书的机会 养母每天打两三分钟